字幕提供 你們好 我是Erin 我今天要帶你們來看的是 首爾好吃的炸牛排 那這一家聖牛呢 它是日本很知名的炸牛連鎖店 現在在首爾也吃得到喔 只不過我覺得 韓國好像沒有特別哈 就是從日本來的東西 再加上這一家的價位 又有點不是那麼親民 所以其實我每次來的時候 人都沒有很多 但是它是真的好吃啊 因為我有吃過其他 韓國自己做的炸牛 都沒有這一家好 所以今天就帶你們來看一下 道地的炸牛要怎麼吃 那這裡是它的菜單 我們首先要點的 當然是這一份 他們的招牌炸牛 那就是你們看 它有附超多的 像是一些置物啊 飯 味噌湯 還有三種醬料都有 質量大的人 點130克可能會有點不夠 所以我這次點160克給你們看看 那旁邊還有附醬油蛋 如果想要吃划算的話 可以吃這種的 可是這種的炸牛 就是很像是 大概薄雞排的厚度 所以其實就比較吃不到 中間那個炸牛的口感 我沒有想到它這麼神速送上來 你們看 這是我的整份 它旁邊有附這樣的小鐵板 就是我們可以把肉放上去 另外還有醬油 醬油的話 會放跟這個辣椒 一放在一起 中間的話是鹽鹽 這種是另外一種風味的醬 有點酸酸甜甜的 除了三種醬之外 還有咖哩 還有這個醬油蛋 我們先來看它的肉吧 非常鮮嫩的顏色 你們看它炸得剛剛好 要怎麼分辨它 是不是一個專業的炸牛 要看它炸的那個程度 你們看喔 就是這個炸牛 它大概只有一兩分 一兩分熟而已 我在網路上看到台灣 有一些店是炸到五分熟 其實我覺得這樣有點太多了 那我們馬上來試一下 第一種吃法 首先呢 當然要先烤過一下 我們把炸牛放上去 聽到那個聲音 那我們千萬不要烤太久 不然就浪費了它炸到半身熟 所以其實大概放下去兩三秒 它就已經呈現這樣的顏色了 兩邊 OK 那我現在先要來介紹第一種吃法 首先先把它放到醬油裡 然後上面呢沾一點wasabi 這樣子 放一點放上去 第一種吃法 wasabi 嘿 醬油 那為什麼會有放wasabi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炸牛它只有一兩分熟 其實就跟我們在吃生魚片有點像 把它想成炙燒生魚片就可以了 很好吃喔 它使用的是日本牛 所以相較於韓牛比起來它會比較嫩一點 要怎麼樣分辨一個炸牛好不好吃 炸牛是用低溫油炸的 你們看它的這個表皮 好的炸牛呢吃起來表皮還是要有它的脆度 而且是有點溫溫的不會太燙 因為如果說吃到是燙人的話 它可能用的溫度太高 裡面就可能會太熟 所以這種一兩分熟的那個程度是剛剛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第二種吃法 第二種吃法是我最喜歡的 先烤過 其實就算烤一面也可以 不用說烤到兩面都要有 如果說你敢吃生的的話 不要烤太熟真的牛肉的風味會保存的比較好 真的牛肉的風味會保存的比較好 那我們加鹽巴 它把牛肉的風味更提升 而且它使用的牛肉你們可以看仔細一點 它其實還是帶有少許的油花 吃起來就是真的是嫩的 外面又微溫脆脆的感覺 真的太搭了 接下來呢要加它的蛋 那你們看它已經上來的是溫泉蛋 那我就把它戳破 牛蛋汁 它的蛋送上來的時候已經有加少許的醬油了 所以其實可以不用再加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先把牛烤過之後 直接加沾蛋汁 沾了蛋汁之後啊就是多了一點蛋黃的香味 就很像我們在吃牛丼的時候有蛋把牛肉包覆住的感覺 其實啊我自己覺得吃炸牛的時候不用烤盤也沒有關係 如果可以接受的人可以直接吃吃看它炸好送上來的那個味道 我會以沒有沾醬油 用鹽巴還有 哇沙比的方式 吃它炸牛本來的味道 這種直接吃沒有烤過的炸牛加上哇沙比 真的很像在吃鮪魚刺身 而且是鮪魚腹肉的那一種 因為它本來牛肉真的很嫩 裡面的肉啊它 雖然是冷的但是不是冰的 是那種涼涼的感覺 在嘴巴裡面咬下去的口感 我會覺得說真的在吃到這個肉本身的味道 一家店的炸牛好不好吃 就是什麼都沒有加 也沒有烤過 乾鹽巴跟哇沙比這樣是最準 那最後一種吃法我要介紹的是沾咖哩 一樣讓它熟透之後呢 因為咖哩已經很有味道了 我們不用再加醬油或者是其他的鹽巴 這家給的咖哩我很喜歡 因為它不是那種甜甜的蘋果日式咖哩 它是咖哩味再濃一點然後沒有那麼甜 是好吃的咖哩 只是在吃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喜歡加味道這麼重的 因為就會吃下去都是咖哩味 就我喜歡牛的味道 我們現在已經把肉都吃完了 那就是還有一些剩下的醬料啊蛋啊 有個小訣竅 我們把剩下的咖哩還有蛋跟白飯拌在一起吃 我把它多放到我的碗裡 加一些咖哩 不要整個倒下去會太鹹 那我就可以拌一拌啦 這樣即使有一些醬料還沒吃完都不會浪費掉 超方便的 我最後呢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怎麼樣分辨好吃的炸牛 因為其實我也有吃到一些普店普通的店 好吃的炸牛它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就是它的熟度 就你們看它炸的那個熟度 就只能有旁邊外面一小圈 真的是大概只有一兩成而已 超過面積一半以上的炸牛 都是不太OK的 因為我們還要用烤盤煎嘛 那這樣等於說它把它炸得太熟透了 第二點呢是它的麵衣 如果說沒有這麼厲害的話 它其實它外面的麵衣吃起來不會是脆的 是有一種溫度不夠 炸起來那個麵衣是軟軟的感覺 但是它厲害的炸牛 它可以讓外面的麵衣吃起來是脆的 第三點是它的肉質 有一些炸牛店 如果肉質不夠好的話 它是太硬 咬起來太硬 就是要在嘴巴裡面咬很久 那種的不OK 要選比較嫩的部位 或者是有油花的部位 這樣子才是好吃的 所以有達到這三點的話 它就是一個好吃的炸牛啦 那我今天介紹的四種吃法 你們最喜歡哪一種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喔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在右下角按個喜歡 那我會繼續收羅 我在韓國吃到我覺得好吃的美食給你們 不一定是韓國料理 也有可能是各式料理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其實我有個比較不好意思的一點 就是我介紹的餐廳 好像價位上都沒有那麼CP值那麼高 因為有一些觀眾有在我下面留言說 希望我介紹一些比較便宜的嘛 你們有看我Instagram 你會發現其實我有去找 但是比較便宜的吃起來就還好 我就 就是會有一種 很不想要做影片介紹的感覺 那我還是會努力去找 又便宜又好吃的店 那 敬請期待 來 OK 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